道理越讲越明白 真相越滑越清楚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膝头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露桥女士的露桥 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讲香港的情况 香港现在看到了 最核心的产业房地产 其实已经出了 相当严重的问题 销售量、价格方面都是下跌的趋势 现在的情况看到了 香港又出了他们的 财政赤字 是非常之惊人的 出现了赤字 比他们估计的 更快了很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香港到了今时今日的地步 为什么会是这样 还有没有得救呢 习总究竟是想什么呢 今天请露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向大家介绍 聊今期节目的赞助商 在健康520网站 它里面有一款食疗补充品 叫三膏代謝宝 知道每日大家非常忙碌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然我们的健康 而三膏问题是非常常见 亦非常普遍 而很多时候身体出现问题 都是因为代謝失调而造成 而三膏代謝宝 正是为这些患有高血痛 高血压 高血脂的朋友 特别制作的食疗补充品 我们近期收到不少客户的反馈 他们用了这个产品之后 在身体康复方面 是有相当不错的改善 三膏代謝宝是融合了多种天然成分 研制而成 但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觉得有病一定要去看医生 这是食疗补充品 不是药物 想深入了解这个产品 请点击下方健康520网站的连接 或者直接打他们的北美线电话 去咨询一下 希望三膏代謝宝可以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 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我周梅当时看到 香港政府的财政年度的报告 我都吓了一条 因为实在太惊人了 我们说一下他大概说了些什么 财政年度是4月1号开始的 香港 首先的四个月 4567 这四个月 他的整体支出是 2426亿港元 而收入只有901亿港元 即是说他的开支是收入的 近三倍 港府再解释一下 又怎样 将政府债券所得 都放在这个收入里面 亦都是上还政府债券的 本金 那些利息的钱 亦都是放在他们的 支出里面 交来交去 很简单 就是这个财政年度 首先那四个月的财务状况 是1354亿港元赤字 港府发言人就好像以前那样解释 就是说这个赤字主要是新讽税和利得税 这些主要收入 就在财政年度后期之收取 以前都是这样说的 这个 财政年度 头那四个月的财赤 就是高达1354亿港元 就是超出了 上年度的 全年的赤字的 33% 现在只不过是 头四个月 已经超出了 去年全年的 33% 是惊人的 财政 亦都是降到6000亿以下 就是这6000亿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关口来的 那这次是跌到5992亿 港元 是 按年计 同比 就少了 近20% 倒退到14年前的水平 这些全部都是非常之坏的消息 而且是非常之惊人的数字 当你跌到以前的 14年前的水平 又跟同比是 少了两成 这些都是很惊人的数据 我们不知道 我们在西方来说 当你来到这些这样的数字的时候 政府要崩台 要下台 实在是 这里几个百分比都很厉害 你不要说20个百分比 你的支出是你的收入的三倍 这些 我想在西方来说 是几乎是无可能发生的 那么很多人就说香港就要面对一次经济的萧条 那么现在我逐步讲讲 就是这个情况是差到怎么样 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 税收减少了 这个大家都可以 很可以明白的了 就是人走了 很多 就是 这个 就是外商走了 房屋卖不了 很多东西 税收 不过 香港来说 就是土地一向 就是 香港财政最大的收入 但是 今年的年度预测 地价收入 只有194亿元 就是比原先的预计 是大减656亿元 很厉害的 因为由于两个季度 都是 几乎是 没有卖到官地 所以 财政年度的 4到6月 这几个月 地价收入 就约为1.9亿元 按年计 是跌了 9成 保地价 保地价 亦都只有23亿元 是 同比 跌4成 这些真是惊人的数字 很多地产商都在喊救命 很多货 即存 卖不去 他们的资产负债率 亦都是 达到两位数字 大家在新闻里面听得最多 就是四大地产商 即是新世界发展 他今年 预测 会是 蚀190亿元 现在不停想 卖资产 去套盐 就是这样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楼价 都是 持续地 降得很紧要 有个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他就是反映了 二手楼价的情况 他说今年 以来 就累计 已经跌了6.14% 港府 在3月的时候 有一个切纳的 一个这样的政策 就是在那 刺激楼市 但是 似乎没有效 现在来说 是再跌多3.39% 切纳之后 都跌了3.39% 所以情况 是真的不用乐观的 亦都 这个公布出来 就是说 今年 头七个月 新的 按揭的 款项是 1680.3亿港元 按年计是 暴跌了31.7% 那 那个 贸易的 中数 就是 3.73 3.73万宗 3.73万宗 亦都是按年计是暴跌了25.9% 就是沙士之后 2003年的 同期最低的 那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之 一个月来说跌了11.8% 几乎是全线的类别都下跌 内销真的好不行 这个消费情况很差 资金局8月30日表示 今年第二季以永久离开香港为理由 提取强积金的案例有7300宗 感觉安归增加是12.3% 我知道很多香港人 他们其实都已经去到英国 或者去到加拿大 其他地方了 他们因为可能身份 也都未完全定得下来 所以他们是等到能够 譬如是加拿大为例救生艇计划 他们要等到他成为永久居民 这样才回香港以永久离港的理由 来拿他们的强积金 所以人就走了 但是强积金还留在香港 等到他们身份定了之后 就回香港拿强积金 就是这样了 港府也是要他们 一定是永久离港 这样才给强积金 这种情况我觉得移民浪潮仍然是继续的 可能没有说是洶涌 但是仍然是继续的 那移民浪潮的继续 当然移民的人 如果香港人来说 当然是精英的巨多 因为他们有能力 加上也都是有家庭 如果家庭都移走的话 那学生又怎么办呢 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之下 香港的财略这么严重 那么这个地产商 就是地产的主要的产业方面 又这么差 那么对香港的影响会是怎样呢 就根据这个 前友善财经台台长颜宝江 颜宝江先生 就对这方面有很多个评论 那么他就说 他说政府说这几个月 仍然可以靠出口 但是颜先生意思就是说 这几个月是靠电子产品 主要是电子产品 那是趁着西方 在进一步制裁之前 就在西方拿到这些产品 然后就转口去大陆 是因为这样 所以可能还是有些数量在那儿的 那么香港在这方面 就发挥它一向的中转站 这样的角色 但是这种情况 如果西方 特别是11月 选举之后 不知道谁会上场 上场之后 可能会进一步制裁 那就是香港是拿不到 连入口其他国家的电子产品都成问题 那怎么转口呢 是吧 怎么转去给中国大陆 所以这种情况 就是根据颜先生的看法 就是可能会变了 加上消费和投资都是情况不妙 所以这个萧条的情况 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那他也都警告 就是说劳动人口减少 就是失业率会随时急剧恶化 那两方面 一个就是劳动人口减少 就是因为有些人就了移民 而失业率是因为很多公司 很多店铺关门 那就是 这种情况 其实都很容易去解释 当你一个社会 那个 失业率很高 经济又那么差 店铺又关门 什么生意都可以做的时候 社会就是处于一种很低迷 大家都很depressed 这样的床房很低迷 什么都没有劲 什么都没有生气 但是同时是动荡的 就是表现上就好像很低迷 其实就是对任何人 对任何家庭都是影响很大的 那所以很自然的 就是治安会恶化了 譬如家庭的情况 就会出现很多危机 那么另外一波的移民潮 可能又会再兴起了 到时候可能香港就不是说 就是香港人就不是说 那么容易 好像现在这样去英国 或者是选择加拿大 或者在哪里 因为可能什么地方 只要有机会都走的了 这种情况 跟中国大陆的情况 是可能会相似 那么其实你望一望 中国大陆 你都可以想得到 就是究竟这种情况 如果是急转直下 一直经济不行 失业 人的最基本的生存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 那个会发生什么事 那上一期我们都提过 在美国人权娼导组织 它叫自由之家 他8月28日就报告 有一个报告就说 就是中国第二度发生的事件 就是困体事件 是比童年增加了18% 那就是广东省是最多的 佔了13% 而这些事件 绝大部分 跟经济问题有关 所以到一个地步 香港会不会也都再度动乱呢 是因为经济 不是好像2019年那个原因 就是因为要反送中 为了一个政治的原因 而是为了经济的原因 到时会不会有这些事出现呢 我觉得太阳之下无新事 就是一些的事情发生 导致的后果 很多时候都是相同的 那么如果中国人是发生着 就是经历着一些 现在他们在中国大陆经历的事情 其实香港人可能感觉上 好像暂时讲很遥远 但是如果经济以我刚才 就是报道那里 以这样的断崖式的下滑呢 那么我觉得可能香港人都要准备一下 就是究竟下一步 香港会去到差到什么地步 心里面应该有少少的心理准备 那么香港呢 李家超一直都在说 就是什么油智及兴啊 那么油兴又及什么 之油之类那些 但是现在呢 一直看到香港呢 都是一决不振的经济 跟中国大陆呢 其实是非常之相似的 那么刚才说 香港现在目前还是中转站了 那么其实 如果是香港不行的话呢 那么中国大陆 其实很多的这个中转可能都不行了 那么究竟习近平想香港 23条啊 有之前的国安法之后呢 就是什么事都好啦 我们可以做在香港为所欲为啦 没有了那帮那帮黑暴啊 那么多的反对的声音 我们在这里就按照香港以前 做生意的方式 就是马照跑舞照跳 生意照以前这样做 那么其实他们真的错得很重要 建制派现在知道自己是多么天真啊 那么三中全会之后呢 港澳办主任夏浦龙呢 就见了 在北京见了香港这个财神爷 陈茂波啦 就要他锐意改革 这四个字啊 看你怎样去解读了 那么这些所谓的改革 在中国大陆 我们经常都听 谁都会改革 用改革这两个字 邓小平说 又说改革 他说的就是开放国门 发展经济 就是不理黑猫白猫 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总而言之就要发展 但是习近平的改革 就是要闭关锁国 和美国为敌 最好搞内循环 有自己的供应链 到最终呢 就是自己搞自己的一套 所以这个改革 真是可圈可点 但是如果你刚才我所说 习近平就 经常都说共同富裕 他是没可能 给你的民营机构 在中国大陆的民营机构 在香港来说就是地产商 任你的为所欲为 拼命地赚钱 而对祖国毫无贡献 就是他没可能这么做 没有可能给香港的地产商这么做 其实习近平在回归25周年的时候 已经提出香港要破除利益 固化的范利 夏宝龙也有说所谓的 打破固有的利益 在香港哪个最有固有的利益呢 大家一想就当然想到地产商了 对不对 这些地产商不是说话的 真的他除了是做地产之外 他什么都做 比如李嘉诚 港灯是他的 白街是他的 国际货问码头是他的 流动电话公司和机电讯 全部都是他的 新鸿基也不差 港巴是他的 九巴是他的 连锁店 这些一填百货是他的 流动电话公司的数码通是他的 这些这样的家族 几乎就拥有了香港的 绝大部分的赚钱的资产的一大部分 很多人就说在香港十个打工的人当中 起码有一个是为李嘉诚打工的 所以这种情况就不是习近平愿意见到的 你除了是很有钱之外 你也很有勢 这件事是跟阿里巴巴的情况 马云都是差不多 你怎么能够富可敌国 而又影响力这么大 一定要将你打下来 所以这种情况 可能游戏规则已经在改变了 据2021年路透社也有个报告 说中国官员在一场非正式会议里面 清楚地跟香港地产商说明 这个游戏规则已经是改变 不竟是不会再允许他们做这些壟断的行为 要香港地产商就帮助解决当地的房屋问题 香港的房屋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方面 从大的习近平的approach 他一直做事的方式可以解读 另外一方面也有官员直接说了 刚才说了夏宝龙 2021年的时候也有另外的官员说了 习近平自己也说了 所以是非常之有可能的 他是要移动香港的地产商 习近平突然就是最近就回信给凌波籍的 香港企业家 什么包培庆、曹其勇 很多人就说他是不是放松呢 是不是希望这些香港企业家继续发展呢 但是其实根据岩宝刚他的看法 习近平是要借表扬宁波帮向香港地产商喊华 要求香港的地产商爱国增加对大陆的投资 那么就实施这个共同富裕 那么就是知道习近平的为人 还有他过去几年对中国大陆那些民营企业的做法 其实香港地产商的将来的命运是非常之清楚的 其实就是很清楚 怎么容许你在这里又有权又有势 是吧 那么怎么可能呢 你怎么都要跟我分呢 是不是 你不跟我分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就难说了 那么中共方面就对地产商这样说了 那么就叫他们要共同富裕 那么基本上 骆桥刚才讲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了 那么但是香港的经济 一向以来都被称为了国际大多数 金融大多数来的嘛 那么为什么会是在这么短时间之内 衰败得这么近要呢 那个祸金就早已经中了在这里了 但是那个恶果真的出得是 就是快过我很多人的想象 就是以为冷船都三斤钉了 慢慢都可能会腐蚀 但是不是这么快的 其实就是说为什么的话呢 我们都可能要回想一下 就是回忆一下 这个摩根士丹里的前亚洲区主席 罗奇 Steven Roach 他在2月份的时候 在英国金融时报 就说香港要玩完 那个文章 就是他比较简洁一点 其实他的理解也是我们很多人的理解 不过他就是他写了这篇文章之后 对国际的影响是很大 很多人看到那篇文章之后就更加不理了 罗奇他就说林郑月娥在2019年推出的逃犯条例 是香港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捩点来的 这个大家我想都会是完全同意 接着他又分析了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香港的本地的政治 那个变化 就是这个反送中之后的国安法 还有23条 接着就是对香港人的强烈的镇压 还有对一些的意见人士的强烈的打压 接着就是有了理据了 现在他有23条和这个国安法 这个我们都不需要再说了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因素 就说中国经济就是碰到很大的难关 他有些结构性的问题 是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就是他所说的就是 debt, deflation和demography 就是说高债务,通缩和人口结构 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办法 说你可以改变一个政策就改变到 是很难的 再加上疫情各方面 所以就完全影响了香港 第三个原因就是国际形势 就是中美竞争越演越烈 美国就开始是将他的产业链 他那些所有的什么链都好 他的供应链产业链 就是从中国大陆移向其他地方 也都令到这些地方 比如东南亚 就算东南亚都好 他开始是疏离香港 美国正是跟他自己的价值观 是相同的国家做这一样东西 这件事情也都影响得中国大陆很重要的 越南啊,印度啊 现在简直就瓜分了 就是中国的一向的市场 或者一向的他们的 怎么说呢 他们的产品 但是现在来说 就是香港也都是受到影响 大概的情况 我觉得他分析得很简洁 所以我们就大概就将 这一样东西回想一下 我想香港绝大部分的人 都是会同意 还有都是知道 这些其实真的都是主要的原因来的 你刚才讲的 香港的衰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中国大陆 那个世界工厂没有了的话 对于香港来说 这种转口或者出口 其实真的会拖累非常之大 这是其中一个 但是会不会也是因为 好像近日《立场新闻》的 这种新闻自由又再次被收紧 判决了他们两个前后的总编辑的原因 也是导致了商家或者外商 不想在香港停留的原因 我想这个是非常之直接的原因 就是香港政府不停地给外商 其他的人知道 香港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是一个打压言论自由 是一个迫害人权的社会 不停地 47人案那里 不停地证明给全世界听 现在《立场新闻》又证明给全世界听 那么就《立场新闻》大家都可能都有听到的了 就是法官国伟健就裁定 所以宗沛权和当时的总编辑林兆彤和他所属的公司 就罪名成立 其实2021年12月 香港警方国安署搜查《立场新闻》 就拘留了8个他们的偏才人员 但是只有宗沛权和林兆彤被起诉 《立场新闻》大概6100万元的资产 就当日被冻结 《立场新闻》就立即他的运作就停止了 那么两个人就已经是2021年的12月被捕了 两个人如果是最终被判 可能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禁 两个人都在保释之前已经是被激留了近一年了 那么钟沛权和林兆彤就都有自己的声明 就是非常之好的声明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 他们主要是重新想一想 他们作为自由新闻记者 他们的角色是什么 是忠实地记录这个历史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也都说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对个人自由的重要性 他们说的东西 特别是我们都是做新闻 我和阿盛特都是做新闻 看了之后我觉得非常之感动 但是他们所说的东西 也都就是港共和中共最怕的东西 它就是怕你说真话 就是你怕你要真正的为民服务 就是怕这个东西 那么这些 他们的声明当然不会改变港府的立场 不会改变法庭的立场 但是他们所说的不是没有价值的 等一下我也可能会说一两句 这一次他们的案件是可以说香港回归以来首次涉及传媒机构的散动案 这个记协就出来说 就是说立场案件明确反映香港新闻自由的衰落 这句说话表面上我听到很多很多次 但其实就是一直以来香港新闻的衰落 是有数据或者有些事实可以证明的 就是说在2002年以来 2002年是22年前 香港在世界新闻自由的指数的排名 是从第18位 现在已经跌到好尾好尾 跌到135位 那就每一次这些案件 比如立场新闻 47人案的发生 就将香港的新闻自由 进一步的推向深渊 可以这样说 那么今次这个案件 都是得到很多人的关注 国际的关注 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委员会 欧盟 还有一些离开的一些专业人士 好像港大的前法律是主任 陈文敏 他们都出声 那这些出声 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用 每个人都出声 但其实是有用的 就是对立场新闻案 被他们的刑区 他们的罪已经成立 这件事是不会有影响 但是对香港政府 港共和对中共来说 是有影响 他们出声 就是一个记录 每一次你们做这些坏事 每个人都会出声 表面上人家觉得没有意义 没有用 但是其实都是记录在案 等于一个人 他不停犯罪 每次人都说 你又犯这个罪了 你又犯这个罪 你以为没事 其实加加加万万就是很大件事 一直以来都有人在说 警察治港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其实中国大陆都是警察治港 其实他们都是以强权治港 你看到中国大陆的官员 有说是真正会考核过 是吧 他是所谓的拿个民憑 所有学生都可以治港 是吧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也会令到香港 因为上了一个暴力部门的人 来治港 导致了香港这样呢 这个当然是有直接的原因 不过我想可能 那个问题被一个警察治港 所以香港就不行 这种说法要带得多的理由 那就是活代港督彭定康 就在1997年离任 1997年离任的时候 就已经预言过 他说香港的自由 和自主会断送 在部分港人的手里面 现在主权移交这么多年 很多人觉得他的预言是应验的 就是没有了这帮港人 这帮这样的叫他们狗官 就是没有了他们 就是中共是的确 没那么容易在香港推行很多东西的 彭定康最近接受这个自由 亚洲电台的访问 他说 他说 把一个复杂的国际城市 和贸易中心的命运 交给一个独裁者的警察手里面 真的这样做实太差了 他说 你认为李家超是不是真的 了解香港的资本市场 他是不是真的明白 如何去吸引外资 除了威胁之外 他还有没有方法 他是明白的 你认为李家超 是不是真的知道 如何去保障法治 就是比香港维持一个 受尊重的国际中心 他是明白的 当然他是不明白 他什么都不明白 他只是知道 如何去跟从北京的指示 这是彭定康的说法 但是我就觉得 始作俑者最终最终的 不是李家超令到香港是这样 可以说是中共令到香港是这样 你可以说林郑月娥去奉迎上意 以下当初主动提出送中 将香港陷入绝境 但是最终 决定是去因这件事去打压香港的 是中国共产党 一个这样的独裁政权 其实说来说去只是令到香港变成是今天的香港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帮帮兇 林郑也好李家超也好邓炳强也好 他们全部都是帮兇 就是没有了这帮帮兇 我想香港也是可能做不成这件事 我想当中的关系就是 就是这样 有一个主要的力量 而因为这个主要力量 亦都产生了一些帮兇 又在旁边 那两个两样东西加在一起 香港就变成这样 不过彭定康也都是 说了一些说话 我觉得是香港一定要记得的 人家问他你是不是很后悔 他当初将香港的主权交给中共 彭定康说当时就是因为租若所限 他没有得选 但是他说 现在想起 他可能是英国来说 应该是更加早给香港 在自己的事务上有更多的发言权 更加明确地去说明 香港的自由代表些什么 他认为这样有帮助 其实我都不是很贊成 他说这两句话 中国共产党他瞒起来 他不是说你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他就不会动手于台湾 不会因为这样不动手 不过彭定康最后一句话 我是很相信的 我很认同的 他说他认为香港的黑暗 总会认为黎明的一刻 因为独裁政权永远不会有好下场 这个也是真理来的 大家回想一百年以来的独裁者 有谁现在仍然掌握政权 所以我觉得香港 可以说目前来说是很黑暗很绝望 但是我不同意 也有些人的评论 就是说香港进入深渊 你不用想的了 绝望就可以了 我觉得不是 其实我经常都看到黑暗以外的一个 围着黑暗的一些光圈 希望真的可以是见到黎明 这个黎明早日到来 对香港来说的话 或者对香港人来说的话 是更加好的 不用是流离失所 那今天时间关下 我们只能请露桥和他们分享到这里 好多谢露桥 OK 多谢你 多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